新版真务与老版真务有来 一些变化 先是书主对比 以前的书主不让世界 眼神中充满了对力量的渴望 不惜以凡人之趣 对抗天神浩克 几回合交战下来 他知道他与浩克之间的差距 仅仅是这股绿色能量罢了 面对浩克 他内心丝毫不慌 因为他明白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坚持 才是胜利 加油 后来真务选择布朗斯基 作为书主 个人感觉绿神的选择没毛病 我甚至觉得布朗斯基的勇气与决心 比班尔更适合继承绿色能量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新版的真务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书主还是那个书主布朗斯基 但是如今的他 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神采飞扬 双目失神 目光呆滞 即便变身成为真务 也没有了以往的精气神 我很难相信 这与以前的真务还有什么关系 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想 失去了动力 仿佛一个垂目已久的老人 从一个超级大办法 变成了一个打架拳的小演员 以前的真务 眼神无比凌厉 充满了王霸之气 现在的真务 喊喊啥啥 一拳下去 倒头就碎 口水还能给你淌一地 这昏迷不醒的状态 还需要几个大汉 抬下来抬 新版真务 这窝囊的样子 我看是废了